今天为什么我要说教养跟天赋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其实天赋跟天才并不是我们原本所想象的 你一定要三岁就会拉小提琴 你要五岁的时候你就会结为积分 你才是天才 不是这样的 我会去解释这几件事情 它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第一我要解释的是说 为什么我说你透过使用教养 你可以保留住孩子的天才 并且把他的天赋发挥出来 我这边要很正宠的告诉所有的爸爸妈妈 你所留给孩子的基因 我跟你保证 这个基因里面就是有一个宝石 只是你不知道那个宝石是什么 而我们教养的目的 就是帮助孩子可以让这个宝石 跑出来甚至发光跟发脸 那为什么我说透过教养来做这件事 讲一个比较现实的 我们国内的教育制度 确实就是比较单一 我们就是在比拼智能 我们的老师的训练里面 完全没有这部分的能力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要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爸爸妈妈从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这些梳理出来 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难的 但是透过教养 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容易的事 那我这边来解释一下 你天赋被发挥出来 或是在教养过程里面 可能会发生以下这几个变化 我帮你分成五类 第一个类别是 你确实是顺着孩子的天赋教 而且你有能力 让他学会管理他的天分 然后让他把他的天分 很完整的表现出来 其实你就是把你孩子叫成天才 那原则上以我来估 我觉得我们国内 有达到这样子的水准了 是低于0.03% 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过我估计呢 在美国 应该有7% 这个7%跟0.03% 我想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差距 那这时候很多宝宝就会有一个想法 保留天分跟充分开发 我就是要赶快送他去 什么潜能开发课程 然后我是上很多才艺课 其实这是不对 你必须先认识你的孩子 再让他去上 属于他天分的才艺课 如果你的孩子的天分是下厨 你帮他报名了一堆音乐 你帮他报名了一堆足球 你帮他报名了一堆科学食言 其实你都是在毁坏堂 我要怎么样在教养的过程中 让他的天赋跑出来 你帮他报名了一堆音乐 你帮他报名了一堆音乐